猫已经成为了一些都市年轻人不可或缺的伙伴 每到寒冬也有不少流浪猫无法挨过寒冷和饥饿 作为一名铲使官 晚西研发了一个智能猫窝 让流浪猫不再难过冬 近日记者在北京某小区见到了这个智能猫窝 天气寒冷不时有流浪猫进到猫窝里取暖吃食 智能猫窝一共四层 可以容纳五到六只流浪猫 它可以实时监控猫窝里的温度、湿度和空气质量 并自动来调节加热和新风系统开关 它有一个独有的一个猫脸门禁 也就是说它前面有一个摄像头 它只有猫过来的时候这个门才会打开 这样就保证只有流浪猫才可以进到这个猫窝里面 有生病还有没有绝育的猫过来的时候 我们的志愿者就手机上会实时的收到一条通知 就会告诉他们有猫需要救助 识别猫是否生病并不容易 晚西跑了很多家宠物医院 拍摄了四五百张生病的猫的图片 去训练模型 而最开始试验的时候 因为电动门的开关有电机的声音 流浪猫并不愿意进入猫窝 晚西就对猫窝进行了改进 我把那个门就是在前面又加了一道门 等于说我现在入口有两道门 那猫只有到第一道门的时候 我就会识别出来它是一只猫 那这个时候第二道门的电动门就会打开 这样子的猫在第一道门外面 就基本上听不到那个电动门的声音 这样猫就可以直接走进去 它走进去之后门才会关上 这样就不会把流浪猫吓跑 从有了研发的念头到完成搭建智能猫窝 晚西一共用了半年的时间 首先是半个月的数据收集 一个多月进行硬件设计 最后再耗时三四个月搭建 从2018年年底 智能猫窝投入社区开始使用 每天都能帮助十几只流浪猫 晚西说 虽然智能猫窝暂时还没有普遍投放 但它们仍在努力 希望这个猫窝能够尽快的推广开 为更多的流浪猫服务 可以 5 4 7 感谢观看